今天给大家发两局美能一块地啊 这两局一块地都是没有矿的对吧 没有矿的就比较穷啊 有些粉丝还是比较喜欢看这个美矿一块地啊 然后这个美矿一块地我们随机到个小盟军对吧 小盟军肯定不能延伸到别人家里去 肯定只能猥琐一点啊 这个旁边的陈妈妈是个书军 然后我招了个地宝你看到没有 当时呢想了一想还是不能放过去 你看他招了很多兵 招了很多兵我地宝一甩过去 他就会来打我对吧 然后你看上面的小红 小红好像在用地宝打他啊 你看到没有小红在用地宝打他 哎呀小红地宝打你 你的兵为什么到我这边呢 广怀在这里甩个地宝 甩个地宝然后出个牛车啊 出个矿场啊有了个矿场以后呢 就有一个牛车了对吧 等一下可以把牛车拖过来压这个兵啊 所以说这个煤矿一块地啊 跟那个有矿一块地的玩法就不一样了 这个煤矿一块地呢 最好还是不要延伸到别人家里去啊 因为延伸到别人家里去 就算抢到油田啊也比较伤啊 因为你要造很多地宝对吧 不像那个有矿的 有矿的占到的油田呢 可以在那个地方甩矿场 就有两片矿了 所以说我们不要延伸 早一点出重工 以最快的速度把重工造出来 然后牛车压掉兵 吸收子弹 广快把他的油田一偷对吧 偷了油田在他家里甩个地宝 就不要偷重工了 因为这个没有矿的 你偷了他的油田他就更穷 你看我也非常穷对吧 我只是没有造很多地宝啊 我还有两千多 然后甩两个地宝 你看他坦哥都出不来 看到没有 坦哥都出不来 他没有油田了 就没有经济来源了 然后先把他这个地宝打掉 打掉地宝修下扳手对吧 修下扳手 两个地宝先守住他的兵云 不要让他反偷那个油田啊 要是被他反偷了 我就白忙活一场了对吧 然后他半天 憋了一个坦克出来 憋了一个坦克出来 我们有三个坦克 直接打死这个坦克 然后射个路径 先把这个小飞熊修理一下 然后再把他重工干掉 重工干掉 他就守不住了对吧 然后你们看中间的粉色 中间的粉色来偷我了 来偷什么 来偷基地收起来 然后又想偷我的矿场 把矿场卖掉他 然后大兵蹲下来 点死六人 这个粉色 肥手涛搞得可以啊 先不着急 先把这个陈猫猫带走 两个地宝守住了他的兵云 他照不了兵了对吧 直接就没了 这个粉色 肥手涛可以的 然后现在 你看我没有钱了啊 这个煤矿的一块地特别穷 等这个存款花完了 就是靠这个油田慢慢摇慢慢摇 然后现在我们要想去打这个粉色的话 打不进去对吧 我虽然比他多两个坦克 但是打不进去啊 他是犀牛坦克 而且他这个路口 对他有利 等一下一冲进去他就会甩地宝 那么我们就想呢 多拿几个油田啊 像这个煤矿的一块地 肯定要多抢几个油田对吧 我感觉紫色快守不住了 紫色快守不住 我就想把他的油田抢过来对吧 但是呢 我又担心他会自爆 私下看 哎 富贵选中求对吧 直接冲过来 投他的油田 他不要自爆呀 快快把油田一占 手术慢了对吧 你这个自爆的手术不够熟练 有些路人的自爆的手法相当熟练 我一放工程师就被他炸死了 然后我们拿到了三个油田啊 拿到三个油田 先修一下坦克 你看上面的小蓝 小蓝被这个小蓝关起来的对吧 他很生气 我们过来帮一下他 帮你打开围墙 然后小蓝看到我帮他打开围墙 他直接过来打我 我广快回房 我就喜欢助人为乐对吧 把他的围墙打开 他的兵就放出来了 不然的话 这个兵就被那个小蓝关起来坐牢 动不了你看 把他这个兵打开了以后呢 打开围墙兵出来 就可以把这个小蓝的油田给他干掉 然后小蓝很生气 要阻止他干油田 但是没有用啊 你这个小飞熊太衰了 你看 小飞熊全部被这个大头兵整死了 然后他把他的油田直接干碎 你看 这个小蓝还是很可爱的 他干碎的这个油田呢 直接哈哈哈哈 嘲讽一下对手对吧 然后这个粉色开局 偷了一下我的重工 偷了一下我的重工 他上去打小蓝了 我直接把他重工偷过来 你看这个粉色 明显就是分不清楚形式对吧 这个小蓝都没什么坦克 他直接冲到上面去打小蓝 我直接把你重工基地 全部干掉 干掉以后生了一个三星坦克 你得罪我了 你不打我 你去打小蓝 然后小红呢 小红想过来帮忙对吧 这个紫色在说这个粉色 这个粉色分不清楚形式 你看他就打小蓝 你得罪了我 你还敢去招了别呢 我直接先把你带走对吧 先把你带走以后 然后就剩一个小红了 还一个小蓝 小蓝没有重工 不用管他 他只有一个头 只有一个头 我们家里留三个坦克就行了 然后所有坦克直接冲进来对吧 冲进来把这个小红带走啊 这样呢小红就没了对吧 如果那个粉色不去打小蓝的话 我觉得打他们两个应该也能赢啊 因为我油田多对吧 我有三个油田 坦克也是最多的一个 然后我们直接先把小红的矿场干掉 小红看红尽精神很顽强对吧 舍不得投降 直接带走他 好来看第二局啊 第二局继续给大家发这个 没有矿的小块地对吧 没有矿的小块地 这一盘我们随机到了一个苏军啊 随机到个苏军准备延伸到小蓝家里去 小蓝呢他基地打开的比较慢 那么他就是个死人了对吧 本来盟军的电厂都比苏军慢 然后你看他他很激 他直接卖到电厂出一个兵 出一个兵 我这个工程师爬进去 爬进去把基地偷了 然后这边两个人想偷我的基地 甩一个地毛 再打死两个漏人 你看这些人一看我延伸到上面 就想偷我的基地 还好我反应快了 然后再甩一个地毛 先把小蓝的地毛干掉 再把自己家里的油田占了 我就有两个油田了 然后呢再造一点这个好兄弟 不然这个地毛打不赢他了 先造点好兄弟 把他的地毛干掉 然后粉色又想偷我上面的油田 油田跟基地 我直接在上面甩个地毛 然后动员面过来对吧 他一看我动员面过来 他就拿牛车吸收子弹放狗咬我 管坏把这个兵躲到后面去 现在不能造兵的 因为这个是煤框的一块地 这个煤框的一块地 我平常玩的少 因为太穷了对吧 太穷的不太乐意玩 但是有些粉丝想看 我们就玩一下对吧 这个煤框的一块地 兵不要造多了 有基地的就卖掉一个 卖掉一个换点钱 然后我就准备先把小红带走 这个小红先整的我对吧 我就准备等坦克出来 打开围墙 动员兵力冲进去 他就守不住了 但是这个小红呢 他也跟我拼命对吧 你看他不出坦克了 他把这个钱全部留着去 照海军直接在我屁股后面甩的一个船长 然后把基地一卖 你看到没有 这下完了呀 他直接在我屁股后面出了一个船长 他肯定是守不住了 守不住他肯定不会投降 因为他有船长 他舍不得投降 我就把他家里的油田抢过来 因为我家里的油田马上就要爆了 然后他的防空车拐到我家 要干什么 要偷我中弓 哎呀 把我中弓摸走了 这下完了 这下我就算把小红带走了 先把油田抢修一下 抢修一下再打掉驱逐舰 就算把他带走了 他直接把我中弓 矿场 油田全部干掉 这下完了 对吧 小红没了 我现在这怎么赢 这感觉根本赢不了的呀 我矿场都没有 因为这个煤矿一块地特别穷 光靠这两个油田慢慢摇 那得摇到猴年马院 还有打我的基地 把基地收起来 因为照重工的前提呀 必须要有个矿场对吧 矿场两千 重工两千就得四千 要得要得这个油田摇到四千块钱 我才能照重工对吧 然后这个粉丝一直惦记我的油田 你老惦记我的油田干什么呢 咬死他 然后现在看看厂商的局面啊 这个粉丝要来打我 你看他被我咬的漏人很生气 直接嘎崩催 压死他的动员兵 这个压了这么多兵 居然没有升个星 现在我只剩下两个坦克 这两个坦克呢 这个残血坦克的经验已经吃满了 估计再打一两个东西 马上就三星了 所以说现在我们只能在家里等对吧 等着两个油田给我慢慢摇啊摇摇啊摇 现在对我有威胁的就是个小绿啊 上面三个人呢都没什么威胁对吧 那个小飞熊坦克根本不用怕 我有牛车加地宝 还有两个一星坦克 中间的粉色没坦克 小黄也没坦克 因为这个地图比较穷对吧 现在就得小心小绿啊 小心小绿 小绿有四个坦克 但是不要慌他四个坦克也打不进来 我两个牛 两个一星 别看那个是残血的一星啊 那个残血的坦克打一个东西就剩了三星 刚才压了很多兵 经验吃满了 然后看看上面 上面的小黄跟橙黄色起的摩擦对吧 这小黄没有钱守不住了 你看非常穷 卖基地呀 卖矿场呀 你不卖等下你就守不住了 你看这个陈王是还打重工 他都没有钱你打什么重工 你打重工坦克就死光了 然后现在看小绿啊 小绿好像要打中间的粉色了 看到没有 小绿要打中间的粉色呢 我们也准备打粉色 因为粉色刚才整了我 打他呢 主要是为了想把这个残血坦克练到三星了 因为这个经验吃满了 你看他就打打这个粉色 粉色没有电了对吧 粉色没有电了 我们广快用牛车吸收子弹 然后用坦克打地宝 打掉这个地宝就会吃到惊艳 打掉地宝 生了个三星 看到没有 生了个三星广快拖飞来回血 然后再把他的兵营 电场全部干掉 这个粉色就没了 这个小绿呢 他如果打我的话呢 也不用怕 他四个坦克打都死我 我两个牛车手里掐个地宝 他根本打不进来 然后再给我练个三星 打爆基地剩三星 哎呀 他不给我升级 直接投降 你给我练个三星吧 我就有两个三星了 然后现在呢 我们终于把这个重工给憋出来了 四天外天 终于把这个重工造出来了 造出来以后呢 先不着急造坦克 先造个维修厂 造个维修厂呢 等一下可以把基地卖掉对吧 因为是苏军的话 你卖基地必须要有个维修厂啊 不然别人在水里面出个船厂 你就打不死他了 我有维修厂我可以造基地 等一下把这个基地船卖掉啊 你看这个小绿 小绿在打围墙对吧 打开围墙 他派了一个坦克出来 我们就直接派个三星坦克去抓他 三星坦克走得快 攻击力也比较强 直接抓死他一个坦克 看到没有 这个煤矿的一块地 跟有矿的不一样 这个坦克相当珍贵 一个坦克九百块对吧 你死掉一个坦克 你靠油田要摇很长时间啊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围墙打开 一星坦克过来打 看看能不能再练个三星 打爆一个 但是小绿一看 我去练极了 我去练极 他不给我练极 他要打到我家 不要慌 两个牛车 保护这个坦克 看到没有 这个坦克包得严严实实的 可以扛出子弹啊 而且我手里还有地宝 他不敢来 他四个坦克他也不敢来 然后把这个一星坦克 继续修一下对吧 修一下 再走到上面去练极 再练个三星 小绿就守不住了 我有两个三星坦克 这个小绿就肯定挡不住了 然后带一个防空车 打飞行人 直接干掉防空车 哎呦还没有升级 打掉这个牛车就被升级了 然后小绿等不及了对吧 他一看我出去练三星了 他又来 他又来 我们先把一星坦克派回来 有两个牛车 不要小看这个牛车 这个牛车装甲很硬 可以扛到 可以扛到这个成盾的伤害 哎你来呀 你来等一下我突然甩个地宝 哎呦这防空车死掉了 防空车死掉了 再造一个 现在等不及了 可以先把这个小绿带走 我有三星坦克 然后打掉地宝 看看能不能再升个三星 哎打掉他的坦克 你看又升了个三星 哎呀两个三星 这下你玩的呀 挡不住了呀 这个小绿 这个小绿 你看我升了两个三星 直接就不跟我玩了 直接逃跑了对吧 逃跑了以后 然后就剩一个橙黄色的 这橙黄色肯定就没的呀 这个煤矿的一块地 你造电线杆有什么用 造电线杆 只有打那个有矿的才有用啊 这个煤矿的 你出两个电线杆 一辈子都造不出来坦克 你两个电线杆 我拿牛车扛下伤害 然后两个三星坦克 打掉电线杆 他就守不住了对吧 所以说这个煤矿的 坦克才是王道啊 其他东西都不行 除非你是个法国 造个巨炮还行 这个电线杆根本挡不住 直接带走对吧 你参加了 你参加了